大家好,我是Vector 今天我带你来到了Kaze Hill 枫叶山中 要跟你介绍一个就是在我身后的双层天字物 你看一下它的外形先 你看它的外形整个就是非常的日系 日系简约风 Kaze Hill 这个地方就是在Ulutilam大陆的旁边 Ulutilam的Galant de Brau大陆的旁边 就算你也是下到星山市中心 又或者是你要去到Georgia, Maustin, Eon de Brau, Ikea Toppen 你看这些地方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且我们这边附近就有很多学校啊 医院啊,商店啊, Giant啊, McDonald 啊 应有尽有,应有尽有 Ulutilam本身也是一个华人成熟区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买物质 又或者是想要upgrade去更好的物质 比如说田置物旁边有地的,或者是semi地的话 那么今天Kaze Hill的这个项目 你一定要认真的看完 OK,在我身后就是这个35x60的双层田置物 可以看到我前面这边的地砖 我们都是铺完的 OK,全部是铺完的 然后我们这边外形的设计 都是采用的日系简约风 OK 旁边这边呢,田置物的话 Standard就会给你10尺的空地 OK,旁边会有10尺Standard的空地 然后物质是25尺 物质是25尺 旁边的地是10尺 包括这个日系风的这种木板啊 这种套啊,都是给完你的 OK,都是给完你的 来,我们进来看 OK,35x60的双层田置物 然后我们这边非常的豪华 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用双开门 双开门,整个就霸气掉 为什么? 平常就是大概三分之二的大小 你要敲掉的话又是一笔钱 我们这边就给你双开门 所以住在这边,整个就是 格局 一进来这边就有个玄关 玄关的重点啊 就是你可以拿来放一些展示品啊 神台啊,给拜拜啊 然后很多人介意的就是 他楼上到底是不是厕所 这边我们的格局 设计到楼上不是厕所 所以你要这边摆放神台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客厅跟饭厅的空间 客厅跟饭厅的空间 我们这边呢,我们的天花呢 是11尺高 OK,我们的天花是11尺高 水尺高,所以非常的宽敞 OK,不会有压迫感 就算你要做pluster ceiling下来 都是非常的足够的空间 客厅跟饭厅在一起 你也可以把这边设计成 一个小小的bar counter 一个dry kitchen 所以整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整个这样的设计哦 就非常的温馨 非常的温馨 很适合现在实际的一种 小家庭的这种设计 OK,当然啦 我们饭厅这边呢 也是有给你很大幅的steading door 可以直接access去你外面的 这个户外garden side garden OK 那么来到后面的话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kitchen area 我们的kitchen呢 是采用的是closed kitchen area 它是在后面的 OK,如果我这边要加一个门 也是没有问题啦 好,我们的kitchen呢 非常的practical 可以看到空间非常的足够 你左边跟右边 放了kitchen counter以外 空间还是非常的够的 空间还是非常的够的 而且我们kitchen采用的touse 也是不一样的touse 就方便你可以洗地啦 这边就有一个门 可以给你直接去到你的side garden ok,给你直接去到你的side garden 包括你看到的这个地砖 都是原装original handover 是有这样的standard的 包括这些门啊 这些sliding door 整个是做到非常的豪华 非常的大气 非常豪华 非常的大气 来,我们进来 ok,pitchen的另外一边 这边就是我们楼下的厕所 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楼下的厕所 所以厕所都是给你fuly touse的啦 给你fuly touse 然后我们厕所呢 是可以直接连接到 我们的楼下的房间 可以看到吗 这就是我们楼下的房间 ok,楼下的房间 它是属于横行的 ok,空间非常的宽敞 后面再给你多一个sliding door 再给你多一个sliding door 所以就算这个地方 你拿来做成guest room 或者拿来做成长辈房 都不会让他们觉得委屈 ok,都不会让他们觉得委屈 第一,有空间 第二,我这边有space ok,这边有space 你这边就可以直接去到你的side garden了 也算是你的private balcony啦 也算是你的private balcony ok,所以这边的空间是设计到非常好的 而且我这边也是有direct access 堵厕所 你这边做ward drop 这边可以direct access堵厕所 ok,双开门 啊 ok,所以这个格局 我本身是非常喜欢的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格局 ok,我们讲完了一楼 我们上二楼 ok,从楼梯开始一直到二楼 我们采用呢 就是laminated timber flooring 是给你比较好的quality的那种 ok,给你比较好的quality 上到二楼呢 我们这边的sealing high 一样 十尺 ok,上到这边 我们就给你十尺的sealing high 所以就一样啊 非常非常的宽敞 因为有些屋子 它楼下sealing比较高 楼上就很矮 ok,我们这边一样 空间也是给到你很多 那么这一层的话呢 我们就有三个房间 三个厕所 我们先来看后面这一间 ok,后面这一间的话 基本上格局 跟楼下的那一间是一样的 ok,这间格局 跟楼下是一样的 ok,长行的 长行的 这边一样给你 非常大幅的窗口 ok,给你非常大幅的窗口 然后也是有自己的厕所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的环境 很像我们买物质 我们住 我们很多时候 会在乎看一下环境 对吗 毕竟买物质 我除了买格局 买地点 我也买环境 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环境 非常非常好 我们这一区 是属于非常低密度的 非常低密度 有保安围离 而且我们这边 有很多个pocket garden 我们有四个pocket garden 所以有很多小小小小的公园 而且外面呢 就有这个发展商 自己建的两层 两层店铺 可以看到吗 外面就有两层店铺 所以是非常非常地方便的 然后一只住进非常地方便 OK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房间 自己的独立厕所 OK 自己的独立厕所 来到这边有个小小的中厅 这边有个小小的中厅 你可以做成你的study space 或者你的office area 也是有给你很好的采光 这里就是另外一个房间 OK 这里就另外一个房间 有点hotel style 一进门这边有个厕所 这边有个厕所 然后这边有个方形的 那边是有窗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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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最后就是我们的主人房 OK 这个是我们的主人房 哇 这个主人房就大了 不得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人房 非常非常的宽敞 可以看到吗 非常的宽敞 Wall in Wardrobe 非常的深 非常的深 很大很大的Wall in Wardrobe 你看你的Wall in Wardrobe 哇很大 超大 你看到吗 很大 哇 所以非常的宽敞 这个房间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主人房厕所 OK 这边是我们的主人房厕所 OK 如果你有注意到 像我刚刚讲 它是Flipside的 OK 所以你楼下的玄关 是这个位置 玄关是这个位置 所以上面不是厕所 所以这边适合拍摄 OK 那么当然可以看到 这个我也是觉得它给你这个设计很好 可以看到吗 它的主人房厕所 它给你这么大幅窗口 看到吗 这么大幅窗口 所以整体采光非常好 整体采光非常好 采光好哦 你住在里面才会舒服 OK 很多人们讲屋子讲风水风水 其实最最基本的风水就是你要住的舒服 这个才是最基本的风水 好 窗口多 采光好 通风好 你住起来就舒服 前置物很多人担心的就是格局 OK 但是我们这一款格局空间绝对够多 4间房间 4间厕所 35层60 而且我们的built-in built-in area是2335 2332 square feet OK 所以空间是非常够的 虽然这个是没有给你标科尼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practical 我比较practical 很多时候标科尼 顾客反应会觉得 给我标科尼 可是我们有用到 虽然很美 OK 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们这边是individual title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标科尼的话 你要自己extend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问题都没有 OK 可以看到我们的物质就会起在这边 OK 已经structure起上来好的 OK 那我们也是用红砖的 OK 也是用红砖 OK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总结 这个project就是在 Ulutilam area Jalan de Brau大陆 隔壁 从这边基本上你要下到玻璃 还是去到 shopping mall Aion de Brau Ikea TOPEN 又或者是Moustin 这些华人旺区都是非常方便 Ulutilam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华人旺区 在这里我们推出的项目是有 田字物 还有セミディ 双层填填字物 Freehold individual title 然后我们这边 的格局 采用的是日式简约风格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边的价钱 非常非常非常的优惠 OK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upgrade你的生活 你想要住更大的空间 你想要有自己的私人空地 或者想要买下你人生中的第一间 Landed Property的话 欢迎来联系我 这个Kazze Hill 枫叶山庄 绝对一定要来看一下 哦 忘记讲 我们这边外面走路就可以到商店了 很多pocket garden 而且有包含威力 OK 所以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有兴趣的话 请联系我 记得帮我like comment share 我是Victor 我们下次见 拜拜